在情感的世界里 最让人捉摸不透的 就是女人的态度了 有时候 即便只剩下了一层薄薄的青纱 可女人若不主动摘下来 也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彼此擦肩而过 可实际上 女人又属于那种 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 不想自身的真挚 被虚情假意的人辜负 所以往往会变得 异常的小心谨慎 即便爱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也从来不会把爱挂在嘴边 更别说是行动上了 难道就没有办法 了解女人的心思了吗 其实你之所以看不透女人 并不是她隐藏得很深 而是你们之间 还没有建立一定的心灵感应 说白了就是交流的少 无法从直言片语中 看懂女人的心 通常情况下 男女之间敢和你谈 这些话题的女人 十有八九 是爱上你了 一 和你谈她的家庭琐事 对于一个并不爱你的女人来讲 肯定会非常介意 和你谈论家里的琐事 不仅不会主动开口和你谈 当你主动去询问的时候 她也会表现得很谨慎 甚至因此开始疏远你 因为在她看来 你的故意询问是有问题的 毕竟在女人的心里 彼此的关系还达不到设计家事的地步 或者说 压根就只是很普通的关系 完全没有必要去谈论家庭的琐事 当然了 倘若女人已经对你动了情 她不仅会主动和你谈家庭的琐事 甚至还愿意询问你的意见 会给人一种 你就是她家里人的感觉 其实这时候 男人就应该清楚女人的心思了 唯有爱情 能够让女人卸下心里的防备 把关于家庭的一些琐事说出来 一方面是对你的信任 另一方面就是单纯的爱了 男人可别傻乎乎的不知情哟 二 敢和你谈她的情感经历和隐私 一般情况下 女人肯定会对自己的情感经历和隐私 闭口不谈 尤其是在异性的面前 这样很容易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 毕竟 彼此本身是不存在任何感情的 在女人心中 情感经历意味着自身在情感上的软肋 而隐私则是需要在爱情中透露的东西 简单的异性朋友 显然是没有资格去触碰的 所以她不仅不会主动的去谈论 还会把他们隐藏在内心的深处 但是当女人对你动情之后 就会变得异常的主动 尤其是爱到了不能自拔之后 像什么情感经历和隐私 都会在你面前说出来 就是为了让你能够感受到她真挚的爱 这时候 男人可别觉得正常 因为女人从来不会对毫无感觉的异性 谈论这些 除非是真的爱上你了 所以才会渴望通过谈论这些 加深彼此的了解 以及增进彼此的感情 相信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向一行公开自己的 未来规划 更何况彼此之间的关系 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前 也很难聊到这个话题 顶多就是简单的问候和交流 大多数女人还是很明智的 毕竟未来的规划要包括对方才有必要去谈论 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关心你的生活 除非是你喜欢上的人 或者是对你图谋不轨的人 所以一定要实时的防范 所以说当女人开始和你谈论 她关于未来的规划时 就说明你已经走进了她的心里 而且你可以生活在她的未来的规划里 尤其是未来的婚姻生活当中 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这时候男人可别再矜持了 女人做到了这个地步 就是已经很爱你了 你完全可以大胆地去加入自己的规划 而且一定要强调把女人也留在自己的身边 这样的话 她肯定会主动地投向你的怀抱 爱情的力量就是如此的奇妙 它能够轻松地去改变一个人的态度和习惯 即便再刻意地去隐藏爱 也会在不知不觉间表现出来 有些时候 你只需要和女人进行简短的交流 看她是否主动和你聊以上这三种话题 亦或者并没有拒绝你在这三个话题上的主动 当她默许你和她谈论这些之后 也就说明她已经爱上你了 相爱的两个人遇到本身就不容易 若是已经察觉到了 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机会 千万别眼睁睁地错过彼此 那样会给人生留下遗憾的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